这一张是手术的真实设计蓝图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线是原本的鼻背 黑色的线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绿色线跟黑色线中间 就是我要帮它叼的一个鼻膜 最薄的地方只有眼内 所以也就是因为鼻模拟 我们可以在术前做这么仔细的设计 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 各位东风好 我是龙医师 今天来谈谈我鼻整形的两个主要特色 鼻模拟与全脸卸调性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 如果各位啊 想要把鼻子做的那种又挺又尖 比较不适合找我 我比较没有那么拿手 可是如果各位想要把鼻子做的很立体 协调 好看 尽量不要有假感的话 我倒是在这部分 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处理这些细节 那我鼻整形的特色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呢 我会做鼻模拟 然后甚至配合电脑断层的鼻模拟 第二个呢 就是全脸卸调性 那我们来谈谈我第一个特色 就是我会做素前的鼻模拟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呢 这是素前 然后这个是素前的鼻模拟 就是手素前我们就谈好的事情 然后这是实际上手术后的样子 那这个模拟方法呢 是我自己的方法 那在众多的模拟方法里面呢 就我所知 只有这个方法呢 会考虑到足足弹性 所以它相对真实哦 它甚至是一个手术的蓝图 也就是说我们在模拟当天呢 已经决定好手术的时候呢 我们鼻子要变挺解门 延长解门 鼻背要怎么改变 鼻膜要怎么叼 要不要敲鼻鼓 甚至露鼻孔改善到什么程度 要不要配合复合移植鼻板 以及全脸的卸调性 要怎么样去分析 都在这个模拟的时候 会谈得非常的仔细 那各位可以看到第二个案例 这个小女生呢 是有一点点驼风的 鼻头比较没有那么挺 甚至下巴有点厚缩造成嘴巴有点维促感 因为其实我们在头风的处理呢 医师如果不够谨慎的话 是很容易把鼻背做得非常的高 变得像纳眉人一样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其他鼻背是非常柔和的 甚至下巴在不一定脂肪以后 这个整体的协调感是非常棒的 我们来看看它实际上它的模拟 这个是它术前真实的样子 然后这张呢 是我们手术前决定好的样子 就是它术前的模拟 这张呢是它手术的真实设计蓝图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线呢 是原本的鼻背 黑色的线呢 是我们希望它后来的鼻膜 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绿色线跟黑色线中间呢 就是我要帮它雕的一个鼻膜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 我帮它雕了一个非常非常薄的鼻膜 最薄的地方呢只有1mm 最厚的地方只有一个1.5mm 所以也就是因为 我们可以在术前做这么仔细的设计 才可以让它在手术后 不只陀峰被改善 而且鼻背呢 并没有变成暴高的情况下 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感 这就是我们在模拟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是重修鼻呢 我们会术前先做电脑断层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是术前 然后再来这张呢 就是它电脑断层 我们可以藉由电脑断层 更了解它整个鼻子的结构 以及它原本的旧的鼻膜的线条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了解 它结构的基础的情况下 进一步模拟 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术前术后 我们还是追求以协调自然威却 那我第二个特色呢 是我喜欢全脸去讨量 重点是整体的协调性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脸是稍微宽一点点呢 我们当然鼻背呢 这些线条就要柔一点点 那如果是我比较窄一点的话 鼻背呢 这些就可能要再更积极 让它尽量的窄一些 那当然如果说圆脸跟长脸也是一样 圆脸鼻子可能比例也不能过长 可是长脸的时候呢 鼻子呢相对在全脸的协调性 也要稍微拉长一点 这样整体的协调才会够办 有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 在咨询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问我们的客人 她的职业啊 甚至跟她谈天去 慢慢地去感受她的气质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女生的话 我们一般喜欢设计 鼻头不要太尖 鼻背呢是多一点点圆弧度 那个转折点呢 就是鼻子转折的这个点呢 我们大概会设计在 大概谈谈连线的高度 它会比较是可爱的鼻心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高雅的女士的话 我们可能鼻型会设计稍微长一点点 鼻背稍微直一点点 那转折点呢 也会设计在比较偏向 专脸皮的这个高度 这大概是我们在 配合全脸的脸型啊 气质啊 各方面尽肯去创造 属于自己的美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女生 各位可以觉得说 其实她的鼻子本来是 就是塌塌的 所以来找我做鼻整形 当然鼻子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很棒 可是各位有没有觉得 她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女生呢 所以我们同时也推荐她 补个苹果肌 让她变得更甜美有精神 然后下巴也稍微补一点脂肪 做一点线条的延伸 做个小V点 有没有觉得整个脸型就非常的精致好看 鼻子的转折点呢 也选择稍微再属于 瞳孔连线这个高度 让鼻型呢 还保留一点点可爱感 这就是我们为她设计的鼻型 那再来呢 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到 脸型的这些条件哦 尤其像嘴凸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 透过鼻整形啊 透过脸部的其他的调整来做更好的改善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个男生 各位有没有觉得她 鼻子塌塌的啊 然后嘴巴吐吐的对不对 然后仔细看呢 她脸颊跟下巴就比较后缩一点点 所以我们帮她选择做 鼻整形 脸颊跟下巴呢 也是一样补一点点脂肪 我们期待术后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各位有没有觉得她非常的治安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分析她哦 各位有没有觉得她 其实是有一点点嘴巴微凸感的 那微凸感要怎么处理 然后当然我们第一个想法是尽可能让这个嘴巴吐的地方往后退 牙齿矫正啊 或症恶手术 让嘴巴往后退 当然微凸感会改善 那另外一个想法呢 就是嘴巴不动 让嘴巴以外的区域包含什么 鼻子 眼颊 下巴 好看的往前拉 其实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样 视觉上也可以得到一个嘴巴微凸感 很好的改善 那当然这个男生呢 到底要不要补苹果肌呢 我们其实会跟他讨论 我那时候问这个男生说 给你两个形容词 你比较喜欢哪个形容词 第一个是很man的帅气 然后另外一个是阳光俐落的帅气 他就选择阳光俐落 很man的帅气呢 其实我就不太建议去补苹果肌了 我觉得其实这里有一些凹陷啊 甚至有一些类沟啊 其实是会保留一些严肃感 一些杀气 当然创造一个苹果肌 你可以看到这个男生是 创造一个往前的线条 也没有变宽 可是的确这线条感 就会让他看起来更阳光俐落 也会有效地改善他的嘴巴微凸感 这就是我们利用在面谈的这个过程呢 尽可能去分析各位的整个脸型 还有气质 还有整个组织的条件 针对您去设计 属于您好看的笔形 那当然我的客人很常 来找我做笔整形的时候 带了很多案例照 我想要变成这样的挺鼻 变成那样的挺鼻 有时候我会希望我的客人 陪我推过一步再想想看 我们到底是需要一个挺鼻 还是需要变得很漂亮 那如果各位的回答是很漂亮的话 那就陪我多一点点弹性 让我在同心位里设计 整个脸型的协调性 有时候我们就会多推荐一些东西 就是那笔整形以外 可能要合并一些其他的治疗 让整体的协调性更好 那甚至有时候会觉得 其实鼻子已经够好了 反而是其他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反而会推荐到其他项目 我想最后的结果 我们的重点都是 属于自己的漂亮是吧 那经过上面的解说 各位有没有针对 鼻模拟跟全脸协调性 有更深入的了解呢 又来问问题咯 各位如果要做鼻整形的时候呢 比较会选择 A.我已经有喜欢特定的鼻型了 所以我想要寻找 可以帮我做到的医师 还是B.愿意多听听医师的建议 给你一个合理协调的鼻型 然后为你设计属于你的漂亮的鼻型 欢迎底下留言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以及追踪我们的IG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